哈喽 大家好 我是火龙哥 因为现在受香港疫情的影响 华前北市场 基本上是过不来货 尤其是苹果手机 但是有部分少量的三星手机有到货 那么他具体是哪一款呢 应该就是三星 诺特时跟诺特时加 韩版的机器有到货 具体现在有着什么样的行情 它跟年前有什么差价 等下的话 我们去华建委一起去看一下 let's go 来给大家看一下 今天是找一下 落的时 这些都是韩版的 你看新造的 韩版的落的时加 我手上来这个的话是韩版的落的时 做的时的话都平小一点啊 做的时加的话是挺大 这两个基金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一个大一个小 这个是莫来彩的 这个是黑色的 你做好吗 看一下 对比一下 韩版的话 它这个里面是有韩文的 等一下的话 我们要去刷一个未来的系统 看到没有 这个是256G的内存 韩版的处理器是9825的处理器 上兴风了 然后在在这种 这种量的多少 这种小小时 什么小时吧 165是吧 多大的呢 这个小话的 这个小话的屏幕有点滑痕 是要有 那这样的不是要要要不100多 这种的话是19然后这里的话是有一点这种小挂痕 如果说对层色要求不太高的话 像这种落的时加的话 也是挺好的 它说12加256G的内存 大的这一款的话是 两个的平啊 然后小的这款的话是1080p的平 他不是两派的 相信刚才大家对这个上星落的时韩版以及落的时加的韩版有所了解了 其实在去年的时候 我们也出了一些这样的视频 但是今年的价格比去年的要上涨了一点点 其原因的话 刚才我也说了 是因为受疫情的影响 说实在话 现在是真的是有钱没什么货了 他到的这批货其实很快 可能就会被强购一通 另外的话 在这里我还是强调一下 落的时是1080p的屏幕 然后的话 像落的时加的话 它是两个的屏幕 另外的话 落的时加 它是可以刷双卡的啊 我们一般刷的都是一个未来的系统 今天的话就先暂时跟大家说到这里 下期我们不见不散 拜拜